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太难找我完 是啊 那你带我去啊 表哥 好啊 表妹 福建是又热又湿 文冲多 胀气大 要是江南富处之地 你不去我还得求这么去呢 你是不想让我去 当然不是 我当然希望我们夫妻能不分开 我就是怕你受委屈 我不觉得委屈 可我觉得你就是受委屈了 怎么会委屈 你是去福建任职又不是打仗 你总不会是住在野外的军帐里吧 泉州府自古就是大岗 我听说很是繁华 再繁华也比不上京城 好了 海潮啊 我知道你心疼乌兰山 可是他为人妻 应该陪你娶夫人 要不然别人会说 王爷的女儿啊就是娇纵 父亲说得是 前日我还说他 不要这么任性 要陪你去 今日他自己想通了 你回来前 他把一切都收拾拖大了 我呀 就是怕委屈了 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我得把他还给你了 你要去福建啊 嗯 何时动身 明日 如果柳玲愿意 继续住在王府也是可以的 你忙 他在王府倒是有人照料 不必了 已经很麻烦哥哥了 有什么可麻烦的 这个给你 还是涂谜画香 许久没做了 前阵子有空 就又晒了一些 福建产水仙 去了之后若是有祥 就试试林波仙子好了 我就不问哥哥何时归来了 我不日也要共干 前去泉州 你也要去福建 是 好啊 你要是去 能带着柳玲最好 当时太难找我玩 是啊 那你带我去啊 表哥 好啊 表妹 就要走了 我想跟你表妹说几句话 女人的话 好 我先回避 他要去泉州 他要去泉州 肯定是跟密葬有关 他必然会带我去的 那到了福建 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 那万一我要是不能去找你 我就找个人去找你 到时我给个信物 你记住 如果有人拿这个戒指去找你 他就是我安排的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 知道 穆大人一直守着我 为的就是普提院封印的秘密 嗯 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 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你不用多想 万一我遭遇不测 秘密不能丢失 你不会有事的 谭仙就是这样把秘密告诉我的 我们是同志 心火相传 我必须托付给你 你记住 菩提封印的秘密